1980年出生的刘燕燕是一位特型演员,她的体重一度达到320斤。 为了健康,刘燕燕放弃了特型演员这个职业,来到杰林长春接受减肥治疗。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特别艰难的决定。 12月24号,记者在减肥基地见到了刘燕燕,她正在接受针灸治疗。 刘燕燕对记者说,她已经在这治疗7个月了,体重从刚来时的265斤只降到155斤。 现在的她和荧幕中的形象差别很大。 通过刘燕燕的字数,记者了解到,自2011年街拍第一部戏起,她的体重就一直居高不下,最重时达到320斤。 由于体型的原因,她得到了不少演戏的机会,9年时间里参演了数十部影视作品。 其中,《步伐西游服》腰片等知名影视作品是一名十分受业内人士喜欢的特型演员。 然而,在角色之外,她却承担着肥胖打来的一些负面影响。 其中,由肥胖引发的疾病给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 高血压,高血脂,脂肪肝,糖尿病都已经出现了。 当时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啊,并且那时候我出现的症状主要是失睡。 就是说开车的时候我就能睡着,车都追尾了。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也都不敢开车了。 为了能够恢复正常规律的作息生活,刘燕燕决定减肥。 这个决定对于一名特型演员来说,无疑是自断前程。 你是要健康,还是要荣誉。 所以说这两个真是让我非常的难选。 如果说我选择健康了,也许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在摄影机下展示我自己了。 但是后来权衡利弊,我还小,我还有父母要照顾,我还有家人要照顾。 我不可能让我自己成为家人和父母的负担。 刘燕燕说,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自己已经有能力照顾父母了。 他买好了本月31号回家的机票,想给父母一个惊喜。 刘燕燕直言,北漂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时间的可贵,父母老得太快了。 目前他正在学习养老产业知识。 今后打算从事相关行业照顾更多的老人。